第五小节 政府应该多向富人征税吗? 很多人认为政府应该多向富人征税 这样国家能力才能更强 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此外还能减少贫富差距 使社会变得更公平 但应该去想象这会牺牲什么? 一家企业如果亏损 每亏损一美元就丢了一美元 可盈利一美元却赚不到一美元 因为要刨出税收 如果刨出很多 比如按税率扣掉0.48美元 那么这就人为增加了这家公司的风险 则企业要么不扩张 要么只扩张风险最低的业务 那么接下来就会裁员放弃技术更新 因此消费者将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 这就等于他们的实际工资下降了 任何一家交税的企业都会反问 为什么辛苦一年下来 要有六个月八个月是在为政府做贡献 只剩六个月甚至四个月的所得 供自己和家人享用呢? 为什么赚钱的时候政府可以拿走 而赔钱的时候只能自己一个人扛呢? 政府可以说 拿走这部分税收可以补贴给失业者 可企业垮了 失业者只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国家能力真是我们所要的吗?